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到是我时 惊讶道 我一直盯着出口看呢 你是从哪里过来的 父亲脸上的周恩欲发深了 多了 但他眉目舒展 满是欢喜的样子 使得整个人看上去倒也显得神采奕奕 我没有回答父亲的提问 只是像小时候一样 紧紧地抱着父亲不松手 这都多大了 还像个孩子 快走吧 估计这会儿你妈已经做好饭在家等着我们了 说着 父亲便准备伸手够我的行李箱 爸 我长大了 自己就可以拿了啊 说时迟那时快 我抢先一步拖住行李箱的拉杆 父亲好像有些不甘心 又伸手来躲我的包 那我给你拿着包 这样我们走着也方便 这一次 我没有躲开 因为就在父亲伸过手来的那一刻 我的眼眶湿润了 父亲手上的洞窗像是冬天 腊梅之头的花包呼之欲出 整个手都肿了 手掌上深深浅浅的有几道口子 又像是被冻伤的树皮 长年劳作累积下来 难以清洗的污渍 使父亲的手看上去成棕色 又毫无光泽 像极了近段时间的网红食品 脏脏包 是谁 费尽心思 在父亲原本厚实 有力的手上撒满了可可粉 却又弄巧成桌 做得让人见之泪目 在我的记忆中 父亲的手微舞有力 是一座大鞦韆 小时候 父亲的手可以毫不费力 就将我高高举起 他的两臂就是我鞦韆的支架 载着我在空中画出一道又一道完美的弧线 我又惊又怕 大声地喊着 飞起来了 飞起来了 母亲不说话 只在一旁看着我们咯咯地笑 直到我完累了 父亲才又温柔地把我安放 在他的肩膀上休息 在我的记忆中 父亲的手也很灵活 像是魔术师的手 童年时候 每天放学做完作业后 我总会拿着小板凳在门口等父亲 一边等一边幻想着父亲 今天又会用他神奇的大手 变换出什么好吃的 好玩的 在我的记忆中 父亲的手厚实坚硬 是一堵后围墙 少年时候 父亲的手总能创造出财富 让我和母亲在那个并不富裕的年代一世无忧 父亲的手也一并将生活的艰辛抵挡在围墙来 留我和母亲在墙内享受生活的幸福 一家人其乐融融 在我的记忆中 父亲的手偶尔也很可怕 让我印象深刻 青春期时 因为叛逆经常和母亲伴嘴 有一次我和母亲伴嘴时 母亲不小心滑倒 刚进家门的父亲见状 一言不发拿起一条棍子就朝我轮过来 那是父亲第一次打我 也是唯一的一次 但我没有哭也没有懂 一动不动任由棍子起起落落 直到母亲将父亲拉开 后来母亲告诉我 父亲打完我便悄悄躲起来哭了好久 话音刚落 我的眼泪就绝了低 那是对母亲的愧疚和对父亲的感激 后来 我去城里上大学 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 每周只在固定的时间打电话回家 父亲话不多 每次都是一句在外多保重 照顾好自己 再后来 我参军入伍 和父母相处的时间欲发少了 对他们的变化丝毫没有察觉 脑子里他们的音容笑貌还是记忆中最美好的样子 而时间却全部都真实地记录了下来 今天 当时间毫无保留地展示给我的时候 我竟难以接受 想什么呢 父亲取走了我的包 自顾自向前走着 快跟上 回家的车已经订好了 正在等我们呢 还有别的乘客 可别耽误了大家回家啊 我偷偷抹掉眼泪 拉着行李箱跟了上去 快追上父亲的时候 我伸出左手和父亲的右手食指向扣 父亲有些不好意思 笑着说 都大姑娘了 这让人看着多不好意思啊 一边说一边想要放手 我不一 索性将拿行李箱的右手也腾出来 紧紧抱着父亲的胳膊 父亲见我这个样子 也只好妥协 我们就 这样肩并肩走着 我没有抬头 无法观察父亲此时的面部神情 但我是欢喜的样子 我就是要让路过的人都知道 这就是我的父亲 给我生命 陪我长大 叫我做人的父亲 不管时光的刻刀如何在他的脸上 手上留下划痕 不论生活的重担 怎么压弯了他的几倍 他都是我最爱的父亲 如今 他的青春韶华 已经伴随我的成长渐行渐远 但我已经长大 可以保护他 一如小时候他给我的无尽呵护 那一刻 我从心底涌出一份坦然和自信 大街上人流如枝 我不去关心他们的身态 此刻 于我而言 他们好像是受检阅的臣民 我要向他们宣告 从今天起 换我做大树 父母来乘凉 这种感觉很奇妙 使性格内向且自卑得我惊讶不已 但我的内心却无比踏实 我用心感受父亲手掌传出的温度 坚定从容地向前走着 脚下的路越来越宽阔 路的两旁满是鲜花绽放 晚安 李宗监友 Dark Zheina 髒安全的路 潮容 李宗监友 Dark Zheina 继放 我们ダウHA 帮你 infin满的自由 李宗监友 Dark Zheina 石河的尖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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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边 黑兰前往 走秘